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又是Heidi,又是她 今天我們一起玩關門大珠 今天我們會選擇挑戰這個新的關卡 是什麼關卡? 有名遙道 村正 打這個關卡最麻煩的就是 又是要打門票 就算打得到門票 但也未必出中暗的 你想要 這次的關卡有什麼要注意的? 這次的關卡比較多 難度上來說 不是太高 10分我會比6分 例如殺死一隻小怪 可能附加一個效果 就是被動封鎖 或者支援一些小怪 甚至把傷害出來 是相當之麻煩的 但這個關卡更加要注意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有 一隻反射 三個貫通 或者兩反射都沒問題 甚至是 一貫通三反射都可以 因為它有些關卡要貫通封鎖 或者是被動封鎖 你才能殺死的 就是那些屎萊姆 這次我們的附容 就是選擇打一隻黃泉 一隻埃及表後 一隻十三母機 和一隻進化中的光天 就好 就好 就像剛才所說 一定要有一隻反射 那黃泉是反寵力 和反團送 打這個關卡是相當適合的 其次呢 那光天這些就是 它反寵又反傷害的 沒錯 而且是相當適合打這些關卡 其次我就會選擇 打一個埃及鎖 有什麼事的時候 它都可以幫隊友 出發一些友情機 和入回它的效果 十三母機 都是相當適合的 不妨打一帶都可以 那就可以開始打這個關卡 太好了 好緊張 因為這個關卡其實 我們都還算輕鬆的 對比以前的角林來說 都不算太能打 那一開始 我們現在先拌進去 拌一拌 那一開始第一層 我們就要先清小白維鮮 那清小白維鮮 就是要先殺到上面那隻薑絲 那上面那隻薑絲 死了之後 會幫隊友回復的 那我們先殺掉它 那不就很麻煩了 Y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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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和右手邊的妹子 怎麼形容 妹子 妹子 那它就是會一個 咦?為什麼會這樣 會左右呢? 為什麼會左右呢? 為什麼會左右呢? 發生什麼事? 其實當你殺死它的時候 會左右兩邊創傷害壁 或者上下兩邊創傷害壁 都有可能 還有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 要盡量不要打我的比勒盾 就是爆了 對 一個盾其實大約只有六萬 噢 已經爆了 一個盾其實大約只有六萬 十萬 其實你撞它一兩下 它就會開始爆了 對比我們陣容來說 我們陣容是比較多 叫做反衝力 沒有反傷害的話 就會有點麻煩 好 當我們剛剛殺死剛才的薑絲 它超級人會回復 它旁邊的 剛剛已經死的 妹子 妹子 沒錯 我們就選擇殺死板 才是屎萊姆 要不然就 會卡住它 灌痛 那就麻煩了 OK 它就弄傷害壁了 這傷害壁也盡量不要撞 因為都是相當之痛的 對 但是關於這兩個妹子 那傷害壁最主要是左右兩邊 我剛剛打了幾次都沒有試過上下的 暫時就不肯定 OK 噢 其實也不是很痛 傷害壁也是三萬 不是 三千至四千左右的傷害 OK 那我們到第二層了 有時候在第二層到第三層 是會skip了 那這一層來說 我也是負責打一小怪 因為它被人封鎖了這個被動技 所以就沒有了反叉 對 沒錯 那就選擇撞掉 不是 是被動封鎖的 被動封鎖是兩招都沒有了 連續兩個招都沒有了 沒錯 我記得上面的比較困難 都是盡量不要打的 不好意思 對 最後失敗的 沒錯 不要緊的 提高關卡的難度 謝謝 沒錯 它增加我的難度 它增加我的負擔 這個遊戲很難玩 我會選擇殺了下面的幾隻小怪 中間的小怪應該是荒莓二汶 就是一個叫做 傳送 黑洞小怪 它們剛剛不小心撞到上面的疾病 又把我們的被動封鎖 相當之黑人生 我們看看Hidy有沒有辦法殺了下面的黑洞小怪 那隻對我們來說有點麻煩 OK 都差了一點點 不是喔 只是貫通蛋 它還沒有啊 應該不會 真的不會 又被人封了這個被動機 被人封了兩次 這部 為什麼會突然有黑洞呢 就是因為剛剛小怪使用的時候 它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呼吸骨頭 這個呼吸骨頭的效果 就是傳送黑洞出來的 相當之黑人生 那些黑洞的話 印象中是不會消失的了 直到是打完另一缸 打完另一缸為止 真的嗎 對不會消失 那麼煩的 即使現在大家看到我的村正 是不是木屬性的 嗯 其實它是隨便的 隨便的 隨便的出現 屬性 對 每一次打這個環境 它比你的村正的樣子 都是不同的 嗯 好幸好 黃泉是火屬性 所以黑了它又是屬性 然後打它的傷害壁 就雙倍兩倍 還有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打光天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當有些傷害壁出現的時候 它是有一隻零零四射 或者是一隻不怕傷害壁 因為它是有反重力 還有反這個傷害壁 兩隻都反 就什麼都不怕了 沒錯 超級好 我也想要 為什麼我抽不中呢 我真的抽不中 我連暗天也抽不中 光天也抽不中 什麼都抽不中 我想回去了 看一下 咦 裝了 都ok的 基本上都夠的 因為現在進到第三層 剛剛第二層是會skip了 現在第三層來說 還是先副納清楚上面的雷射怪 因為那個雷射怪 它的傷害比下面的村正 水村正 對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這一關 多少是Random的 就是它的村正的屬性都是Random的 這次你會看到是水村正 那下一次有橫木村正 或者火村正 哦 它召了兩隻屎萊姆出來 這兩隻就是反射和貫通風鎖的屎萊姆 所以就為什麼不可以全部反射 或者不可以全部貫通 要不然就相當麻煩 和相當之 黑人真 撞 哎呀 都ok的 不要緊你也是 可以撞到你們的 看一下 看完這個的話 那相反來說 這些屎萊姆是要撞兩下的 普遍來說 嗯 剛剛撞一下 撞一下就會不夠力 ok 回血 你撞不到什麼 撞不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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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少了100血左右 失敗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呢 那隻反射 反射就要等那隻王全來撞 其實就沒什麼選擇 直接穿王打就怎樣 沒錯 就一下 耶 當一有人呢 好 所以我們稍後要小心 不能打爆左心的 比例盩 左邊的比例盩 cần 傷害 nous 因為它在上面 但是有時候這些是真的 有 Divine hooter 她真的很容易打爆 會很容易打爆 是ELIPE 這麼喜歡 相當麻煩 剛剛大家都看到 右邊的塊 就是這個叫秘魂風掃 OK,來,又撞爆了 那其實如果有時候你說沒有 我們現在就可以靠一些有情技 去殺死那隻的反射屎萊姆 都應該可以的 都應該是夠傷害的 夠夠夠夠,剛剛好 讚讚讚讚 那它超出過關的回合是21回合的 大家留意一點 都幾多,幾長時間 都幾長時間 那其實每一關的BOSS 我想大約100萬血左右 那暫時有 一開始的那一關 打到最後那一齊 之前那一關 就是最後那一行血的 上多一行血 叫尾的那一行血 都是先打黃衛先的 因為黃衛只有一百萬血 那就相當少血 那就很容易帶走 會不會卡爆嗎? 應該不會 是爛了 這個不會叫卡爆 但是爛了 撞爆了 他被封殺我們 他想封殺我們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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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被封殺吧 好難 救命 這一下其實可以撞到黃衛 嘩 撞爆了 看被封殺出示 那不要緊 我都可以先打黃衛先 但都被封殺了 被封殺了 被封殺了 幫他渾牙 太好 將白衛先殺 vendo 對 孝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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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應該是比較一些黑冰關 它是不是因為是在死一行 只會不會放上黑冰 用蛋 殺死牠時 confronted 那我和alia 然後再薄撞隊友 吃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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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芯 差一點 但也不錯 那我就幫你們回血了 Igabu是時候要出場了 直上直到朗米哥 這個角度很漂亮 加上王宇宙友情機 哇 他要一大半 本身這隻王是小血的 所以為什麼要打王 因為這隻王是傷 很容易帶走 這也是上下 歪一點就可以了 吃了 不錯 有王拳在這裡 也挺容易打的 有王拳是 王拳打這個關鍵是相適合的 反射光線很有用 打王也相當吸力 好 到我 這下我就想靠朗米哥的友情技 來做這個傷害 不夠啊 他下了嗎 他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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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打人也不算太痛 我們現在就 拉脚以後回血 試試再撞這個王拳 看看能不能撞到三隻 回血 一隻 兩隻 三隻 回血 清掉 不要復活 唉 那隻復活小奶真的很麻煩 好煩啊 真的很煩 因為我們本身是想超速過關的 那現在又要弄更多一圈 浪費了一點時間 還有其實那些技能可以留在最後那一行圈 才撞到那隻王拳 嗯 這個選擇相當不錯 撞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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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鎖了這個鼻洞傷害 鼻洞有成績 鼻洞有成績 撞死人生 是 對 即是臨過玩之前 沒有 復活其他怪怪 之後再封鎖我 唉 好過分啊 何必呢 你要我無端無仇 何必自己對我 2015 真的2015 今年了 好詩 還是打王先的了 不用看 很無奈 不要無奈自己 OK 封鎖應該可以得到埃及腰核縮 快一點有成績 錯 OK 好 這下版來講 其實看見那隻王是多一點的 我想要150萬 其實剛剛我可以開大 漂亮 我都沒問題 被人封鎖了這個鼻洞 有怕反中 今天就試試卡寫這隻東西 是OK的 好過沒有啊 這個位置可以撞掉 還有呢 很多時候為什麼要打王先呢 就是因為 第一隻王的時候 他會帶走那些鼻洞 開大嗎 開大 這麼快開大 為什麼 因為 不用超速掛關 超速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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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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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應該要帶一隻王先 我消失不到 消失不到 很可惜 但是 都想告訴你 其實這個關卡是相當容易打的 嗯 好 OK 但是麻煩這時候有些黑洞 還有會封鎖你的被動器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的一個地方 相當之煩 可以這麼說 封鎖不到 耶 好 通常封鎖來說 大家看到左上腿有一個鎖鏈的小怪 那些人就會經常封鎖人來 大家堅持忍住 哦 有什麼事都可以進去 又有黑洞 又有黑洞 其實這個位置相當不錯 有一次可以回兩隻 再兩隻 下面的三個回血 沒有 OK 那由一般來說 其實十三部機就要開大忌了 到最後那盤 有什麼大忌就開了 丟到他身上 絕對沒有問題 Oops 今天是想撞到那些反射的小怪 也可以的 下面撞到他 是相當一個不同的選擇 撞到你們 好 那十三個機很大 其實到現在來說 傷害都相當不錯 都可以輕鬆打到 100萬以上的傷害 有120 對 王朝開大 王朝開大 其實現在看到自己的角度是怎樣的 只要靠個人經驗和運氣 因為太緊張了 應該是撞到三隻 加上那些 最後來說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了 可以輕鬆過我版的了 左右刷 撞到埃及以後就可以了 觸發一些有情境 好 不錯 應該是高一點 剛剛穿上日子比較漂亮 這下來說 就會選擇開了阿爾及以後 招大器 幫他結束這個關卡 結束他的生命 結束他的生命 我們爭了他的雷錘 這樣會不會太吊口 好 沒錯 當你殺死那隻王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照顧一些屎外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旁邊的盾 那盾會照顧一些屎外的人 讚 讚 那你猜我們有沒有入場卷 入場卷 謝謝 沒有 是沒有的 就算你沒有入場卷來說 那你打這個關卡 其實不斷打的時候 你都可以把這東西拆到極環 沒錯 沒錯 那這個關卡 整體上來說 也不是太難 也不是太難 之前打了那麼多 究極關卡 我覺得也是算容易的 暗穿症 就是神化了之後 它有一個叫反傷害壁 還有這個 方術性耐性 對應很多關卡都相當適合 我都很想快點拆回來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想說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剛才有什麼說不好的話 就歡迎你下面補充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有什麼想說的話 就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